拜登总统的讲话 反映了美国决策者 对华政策上一种纠结 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 中美之间 有需要合作的客观需要 但同时他们又放不下一种心态 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像 总是在几个大国之间 轮流坐庄来统治世界 所以他们很担心 美国在世界的所谓主导地位 或者说是霸权 会不会被中国取代 这其实是对中国发展目标的 一种很大的误读 也是对当今世界潮流的 一种很大的误读 我觉得这还是反映了一种 过时的搞集团政治 拉帮接火这样一种思路 它并不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 现在世界上那么多国家 联合国会员会有190几个 世界上的事情 应该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所以习主席才提出来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不是说你拉入 十几个二十几个国家 或者一小部分发达国家 就能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的 而且这种搞集团政治 往往是造成世界的分裂 使人类面临的挑战 更难得到解决 其实最终对他们自己 也没什么好处 我并不认为中美已经进入了一个 所谓的新的冷战阶段 更不应该进入这样一种状态 我觉得中美之间 还是应该本着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精神来处理 双边关系 这也是我们对世界的一种责任 对两国人民利益的一种负责任 如果说有人始终要抱着一些 冷战思维的话 这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 我相信从长远来说 最后的结果是不符合 或者跟不上世界潮流的人 或者政策被世界潮流所淘汰 而不是世界潮流来改变方向 适应他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